这不是你的错 不管未来如何 我们一起面对 复原会自2015年起 服务数位性暴力受害人 数位性暴力通常包含 未经同意拍摄或散布私密影像 以私密影像勒索被害人财物等 复原会以微电影三部曲 Yes or No 真的不是你的错 后来的青春 宣导散布性私密影像 会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 我这边的头发掉了 Yes or No 强调一段关系的结束 必须学会放下 拒绝将私密影像散布 作为报复性的行为 我刚发现色情网站上面 有我的裸照还有影片 是Joey吗 他一直叫我拍给他 我说不要 然后他就威胁我 他说他很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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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爱他 我怎么相信他 真的不是你的错 则强调亲友等重要他人的支持 能为受害者带来力量 我要去死 你这不是你的错你知道吗 你答应我你不能去死 我现在就去找你 你等我 我们几乎都会讲的 尤其个案他会自责 不只会跟个案讲 如果有家长亲人 我也会跟他讲 跟他讨论 相较前两部以亲密关系为主的剧情 后来的青春则呈现出网路蓬勃发展下 导致的性私密影像外流 你到底要不要脸啊 蛤 这么大人脑袋不会想一下吗 你 说这种事情 叫我怎么有脸界人 影像一旦进入网路世界 就等于永远无法根除 警察啊社工啊 他们都尽力了 只是网路上的世界 真的没有人能够保证什么 最重要是说网友的部分 真的要协助被害人去做雇员 你真的是不要再传了 许多孩童因为对爱情的向往 而跌入数位性暴力的深渊之中 傅员会未来计划制作动画影片 虾被诱骗他的性向 最小的年龄到八九岁 非真实的人物可能会比较恰当一点 希望能以动画呈现简单易懂的剧情 减少更多受害者的出现